老婆早上经过潮湿 她说外面都是维生纸 很多她第一次看到这么多的维生纸在外面 我也很好奇 现在我去现场要了解一下这个状况是什么 我们看看今天天气这么的不好 还是真的很多人去买维生纸吗 你应该了解大姐 你好 为什么现在在台湾 大家都在去买这么多的维生纸 原因是什么 原因是卫生纸要涨价啦 是啊 但是到底要涨多少 比如说今天70 今天要变成700吗 没有啦 差不多20块而已 都20块 对啊 那隔壁的那个小市 今天有没有很多人去买啊 很多啊 真的假的 昨天就扫光了 昨天下午又来了 真的假的 这么多 你哦 真的啊 昨天叫货车又再来的 天啊 在这个小时第一次看到这么多维生纸在外面 前面都写70块70块 你们看哦 从这里开始 你们看哦 还在走哦 你们看到这里还有还有还有 哇塞 好多维生纸哦 天哪 你们看 你们看 各个品牌的维生纸都在这边 大哥不好意思哦 想要了解一下 为什么现在这么多的人在买维生纸 我也不知道 你也不知道 刚才涨价了 可是 70 那边是70块 有的品牌是差不多100块 那 变贵的时候要变成多少钱呢 我也不知道 我没有在追这个维生纸 多有些人为什么在抢啊 大姐你好 你好 你好 没有 我很好奇想要了解一下 为什么现在在台湾很多人都在买这个维生纸 因为听说要涨价了 可是20块会影响这么多吗 不会吧 因为台湾人本来就是很喜欢抢购东西 是不是 什么东西都只要搭就一窩风 就是不是自己是很穷 是应该是是好玩嘛 好玩啊 对啊 因为大家在抢就像买蛋塔一样啊 大家说好吃 大家就一起去抢啊 不懂啊 不是台湾自己真正的需要 一窩风 一个人抢我也要放 或者我也要抢 也是有需要啦 只是说人家在买了我就买了 就这种心态的 心态的关系啊 那你今天有没有买 我上礼拜就买了 可是我是买 我本来就是都有存啦 家里就是有的东西 我就会多买几包 我要不要买全部啊 不要 不要买全部啊 不用啦 买全部你家里放得下吗 没有啊 我家也放不下啊 我只是说平常其实我在买卫生粉 我就有多买几包 了解 台湾人本来就是很奇怪 不管吃东西 哪一家餐厅好吃也是排队 什么好吃的也不太好 好吃也排队 然后什么东西一说 卫生纸要 就大家就一波疯你知道吗 谢谢你 感谢你哦 原来如此哦 有没有很多人 买那个卫生纸 我很好奇耶 蛮多的 真假的 Yes 很多卫生纸 你好 你好 我自己很好奇在拍一个影片 自己好玩的 因为卫生纸现在很多人在买嘛 对 因为身为一个外国人 现在多了解一下 为什么这么多人在买卫生纸 因为政府宣布说要涨价 涨多少 不知道 没有人知道 没有人知道 可是刚刚我问过隔壁的大姐 她说20到30块左右 应该是 是吗 好特别耶 很特别 我来这里这么久 第一次看到外面有这么多卫生纸 真的 有点像是那个金字塔那种 有没有那个埃及金字塔 有有 有像 真的很像耶 很像一堆啊 满满的啊 好长耶 而且只有我们这边的货源是充足的 全联那边都是缺货了 缺货 对 缺货缺货 卫生纸缺货 对 卖到缺货 你看我手上还有一个卫生纸 我在擦我的那个眼泪耶 原来这样耶 好有趣啊 那今天要买一下吧 是不是 当然要买一下 我看一下状况喔 达哥 可以不跟我分享一下吗 最近的这个卫生的状况 为什么是这样子 为什么 不知道耶 有人放出消息 然后大家就 大家就觉得会长下 可是这是真的还是假的新闻 应该是真的会长下 那个国际的油物料要涨啊 湖江的油物料要涨 原来这样喔 因为我来这里这么多年了 第一次在那个草市的外面 看到这么多的卫生纸 比我还更高耶 我比180几 比我还更高啊 对啊 对啊 还看得到卫生纸已经不错了 对啊 他们说还其他的草市 有些是那个缺后那一种 对啊 每一个人进来 离开的时候就是 有一些人买这种 无包那种 失望那种 对啊 我刚好我需要 就是一包是私手用的 一包是美食用的就够了啊 对啊 刚好就好了 刚刚好就好了 怕会 有不晚 有不晚啊 哪一个国家 我是宰地台湾人 哦 新台湾人 哈哈 你看 我也是跟台湾的朋友一样 是 但是我没有 我没有买太多啊 两包就好了 谢谢哦 谢谢哦 大哥 你看 你看 我的大哥也在这里 你看哦 你也跟人家抢够了 可是我们要抢太多啊 两包而已啊 这是我需要的 对啊 这个就OK了 我有一个想法 未来 我们不要投资美金 也不要投资欧元 这些坨是 卫生纸 可以好赚哦 不是吗 对啊 好像是啊 好 我现在要 必须要 赶快拍回去 家里 因为 外面的雨 越来越大 那今天 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原来是现在的 卫生纸是 因为要增加 很多人 就是 一个人影响到 另外一个人 另外一个人影响到 其他人 结果呢 就变成一波风 大家都去买 大量的 维生纸 好的 我的影片到这边 记得订阅我的 YouTube频道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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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